任人年的死亡 到最后现在十二生肖都说完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络络都一直看到 或者感受到很多不同的变化 我希望祝愿大家 我们的听众、观众 个个都身体健康 还有要懂得去调节自己的情绪 好 成你贵言 我现在戴两个罩 都其实很 不太说话了 对啊 我觉得调得很辛苦 调得很辛苦 不如我们剩下来大约有五、六分钟的时间 我又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我记得很久之前 有和大家讲过 十二生肖里面 为什么是这十二只动物 是 这个就以前有讲过了 其实大家网上都可以看到很多 什么 类似的故事 嗯 然后我突然间在想一下 但是 定了十二只了 但是十二只的排序 嗯 又为什么会有的呢 是 然后我当然白白挂挂地上网看 然后原来是跟它们本身的动物的属性很有关 嗯 趁这几分钟 拿给大家笑一下 我觉得 一开始就是这个指示 指示就是老鼠 是 其实说到底就是因为老鼠就是鬼鬼鼠鼠 它是在阴室的位置 所以常常趁夜难人静 就出来活动 所以指示就是属鼠的 嗯 或者鼠是属指示 不明白 指示属鼠 还是鼠 鼠是代表指示 代表指示 牛的习惯 原来是晚上吃草的 所以很多农村的人 其实就是在那个时间 就拿着灯 然后就带牛出去吃东西 吃完东西之后才起床做东西 所以丑时就是属于牛 因为它们吃东西的时候 而另一个说法就是 其实牛 他日间吃完东西 其实就在丑时这段时间 反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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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出来 才正正式式消化吞 就是晚上的时候 他才是享受大餐 是的 所以那个时间就是属于牛 然后就是人时 人时就是老虎 是吧 是的 就是老虎 就是半夜三点至五点 这段时间 就说这个时间的老虎 原来是最恶的 嗯 而且就是常常躲在窿窿窿窿窿 尤其是古时 就是很多时候 去到这些三更半夜的时间 就会听到老虎的咆哮 所以三点至五点的人时就是属于老虎 正常的不是三更半夜 那是准备天罡 准备天罡 准备天罡 那些兔子就会跳出来 原来他说兔子特别喜欢那些晨路的时间 那些清草 特别湿润 识吃 识吃 当然是那个时间吃 所以那段时间就代表兔子 然后是晨时 晨时即是七点至九点 这些时候 譬如你想想七点 如果天气潮湿那些时候 很容易起霧 所以那些人说 藤魂架霧 通常都是说龙 龙就出于这些霧 穿插出来 对 是看到一折一折 对 所以晨时就是属于龙的世界 那就是智时 智时就是那时候 九点至十一点 这时候霧气就散了 那就是蛇出来觅食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间就代表蛇了 接着就五时 五马五马 就是十一点至一点钟 就是说 古时野马未被人顺服的时候 尤其在那些时候 就会四处奔跑 喪彪 对 就是喪彪马 所以五时代表马 没有什么时候 一点到三点 就是说 最适合放羊的时候 所以就变了 未羊就是这段时间 就是羊的天下 接着 新时三点至五点 太阳即开始 某些地方 我也不觉得三点 五点就近些 四五点 开始下山 那些猴子 就喜欢在这些时候 周围跳出来玩 以及那些人就说 尤其是没有当山 那些人做完事 下山之类之类 那些猴子就很喜欢 在那些时间 找些人拿东西 所以那段时间 跟着那些人走 对 那些时候猴子就特别活跃了 不是 其实这个新时 其实也是 因为五时十一至一 日正当空 是 晒得很重要 其实已经是 开始下跌的地方 去到新时 虽然你说 你未感受到天黑 是 其实都一路走 向东发展 向下坡 嗯 接着就是 有时 那就是五点至七点 太阳准备下山了 那些鸡 就开始在自己的棚上 就自己在那里走一转 做自己的东西 那些有空一点 对 那些就不用太忙了 所以 有时就是祸雞 接着就是苏时 苏时 苏时是七点至九点 那就是 大家都已经收工 忙碌的 亦都回到家 准备休息 那些狗 人准备休息 狗就要保护人 所以家家戶戶 狗在这个时候 就守着门口 就不让人入侵家庭 所以这个时间 就是为狗 即是拉杂放狗 就是出事 没错 哈哈 接着就是开市 开市就是为猪 其实是晚上 尤其是以前农村的人 比较早睡 所以晚上九点至十一点 各个休息了 大家只会听到猪 在猪欄中 就是这样 所以这段时间也是猪的世界 所以就有十二生肖的排行 次序 原来就是这样 跟它们的动物生活习性 原来相似 我觉得挺有趣 其实你一直在说 我一直在想 是的 我看月光宝盒 我也是在看牛夜晚 那時候在那裡口吐吐吐吐 你一說就想,那些牛夜晚 總是在那裡口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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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也挺有趣,跟大家分享 分享完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好,時間剛剛好 我們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準備購買下一季的零空 我和Mr.Jan也有談過 既然那麼多人喜歡這個五命格投資的環節 其實這個環節也可以考慮 除了年頭給多點指示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與的話 其實這個環節也可能繼續做下去 可能到時除了投資之外 或者可以給大家多問其他事情也行 對,一一看那個很空洞 那就看看有多少人支持我們的節目再算吧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成績訂購支持